受力哥大家好 欢迎收看《冲港台》 今天的主题 放心是不会剧透的 香港牌肉就好 《蜘蛛人不似无归就快去看》 泰国要23号才可以看 看完才可以过圣诞 真是陰功有牌子等 其实这部电影都值得等待 虽然说不会剧透 但大家都知道 三代同堂三个出生 除了三个蜘蛛人之外 还有那一群的坏人 旧那一群坏人全部离开 整件事很好看 很热闹 老实说我自己不是一个蜘蛛人的粉丝 家里也没有什么收藏 甚至乎最近在Major Cinema那些炮谷盒 有个头在买 我都没有买 以前试过炮谷盒 不是炮谷盒 不是汽水 就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一个这样的造型 那时候也有买 但是太多了 没有地方放 今次就不再买 都不是粉丝 免得买 虽然不是粉丝 但每集都有看 以前第一代看到现在 是好看的 而且最重要是什么 因为看完之后 你会很开心 你看完之后 你开心之余 还会很热切 期望下一集的来临 就不同 你可以蝙蝠客观看完 你个人很单 很黑暗 然后看完之后 会哭 他会死 都不知道再会下一集 下一集 下一集当然有 但何时才有下一集 这才是问题 所以看《蜘蛛盒》是开心的 等于你看《Marvel》 《Marvel》的电影 没什么技巧是不开心的 通常都是开心 有些笑料在里面 这次应该也不例外 尤其是你会有一些亲切感 第一第二代 以前看下去 最近怎样 原来是这样 那时候的年轻子 现在变老了一点 又或者那群的坏人 以前看过 现在又回来了 那天的兴奋程度 十足十以前小时候 看《蒙面超人》 你会看到 咦?那只怪兽 以前打低的那个 现在又回来了 咦?除了蜘蛛怪 还有蜥蜴怪 现在又回来了 说《蒙面超人》 除了蒙面超人一号 二号又回来了 三号又帮拖 那个感觉会看到很热 是有一个亲切感 以前看开的东西 接着一个密集式 回来 哇!真是开心 又等于以前看《蒙面超人》 那些师兄师妹 然后男主角 独对这个坏人之子 哇!那些师兄妹 走过来帮拖 整班人都出来了 你会觉得很厉害 很好看 其实除了蜘蛛人之外 而且未来的DC的闪电盒 都会同时出现两个蝙蝠盒 哇!这个真是很厉害 好看的 这条路子其实是永恒 好看的 当一些经典的人物 在一些series里面 突然之间有几代的人 同台出现 我想观众是很受的 我会觉得如果 如果 譬如今次蜘蛛 都不是如果 是一定 一定会大卖 这一集的蜘蛛人 一定会大卖 大卖之際 可能会影响到下面的其他宇宙 其他宇宙的时候 最简单 譬如蝙蝠盒 会不会突然之间 有一些蜘蛛人 应该蜘蝠盒 不会 蜘蝠盒现在这么写实 拍到偵探片 恐怖片 是不会 但譬如你说 闪电盒 或者日后 若然有其他的 其他的走出来 都好 等于之前的《神奇旅合》 电视版的《神奇旅合》 又在尾尾走出来 看得多开心 拍烂手掌 希望 希望这些风气 就可以引伸到蜘蛛人 当然 不是 《新海纳雷罗珈摩》死了 电影 电影是万能的 星球大战 当年的公主死了 都可以 用一些电影的效果 来翻山 如果有一部《神奇旅合》 有新《神奇旅合》片 但同时又有以前的《神奇旅合》 在里面出现 都挺好玩的 有趣 很梦幻的感觉 但当然 《神奇旅合》的监制 这么喜欢写实 这么喜欢现实的东西 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 反而就是说 DC Marvel 这一套蜘蛛人的电影 其实《江湖传闻》 更可能会有一个蜘蛛人 会出现 就是什么 日本版的 有没有印象吗 日本版 日本电视剧 日本剧集 曾经出现过蜘蛛人 你上网看看 其实是很流 但当然 以当时的电视制作来说 都算OK 就是博本不认真 好像说 它也可能有机会出现 不知道是不是呢 如果是又好看 不知道三代同堂 四代同堂 日本那些都出现了 那又好看 其实这些模式 我老实说 天马行空 你想怎样就怎样 不要说四代 五代、六代 卡通版本 还可以 随你怎么摆放 因为这个Marvel 实在太 宇宙太大 随时都在宇宙找一个 找两个回来 这些东西大家都不会 听估计 听估不要拍估 看戏 看戏不要搏气 你不会觉得 为什么这样 无厉害 为什么会回来 奇异博士 穿越时空 去哪个回来都可以 我说不要 你连美国队长回来都可以 其实有很多方法 有很多玩法 今次的成功 可能会导致Marvel 日后会变变的路 然后某些片 又会吸纳其他 几代同堂的人出现 这个是有趣 是好看的 而说回《蜘蛛人》 这个剧种 我反而 这么多个华人之中 我最祝贝的是 陆摩先生 因为很帅 陆摩先生的 《奸角》 最原本的 今次也是参与的 基本上是阿伯 但阿伯都可以这么帅 它是帅的 虽然年纪 他拍的时候是阿伯 现在跟着阿伯 但拍的时候 阿伯的样子 是一个帅的 不是一个渠的阿伯 还有绿摩 它是很帅的 因为不知道 因为我喜欢看的绿色 看到绿色 就觉得很棒 等于DC的绿灯盒 其实都可以很好看 但不知道为什么 做了一集 然后就 连主角都变成了死事 但其实这个绿摩 它的造型 和武器 是很好看 很厉害的 难怪 在这么多年之内 都翻兜了几次 今次再出场 再加上其他那些 这个宇宙很好看 真是 倒转地球 倒转地球 绝对期望 还有它那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知不知道 它那首主题音乐 其实是当年 蜘蛛盒卡通的音乐 Spiderman Spiderman 有没有印象 那时候 美国一套卡通蜘蛛人 就用这首歌 现在就找回那首歌 用来做它的主题音乐 整件事是真是很怀旧得来 又重新包装 是很有诚意的 我都很希望 可以尽快看这部电影 我知道香港 真的会快 快过之外 那些网友 都不介意剧透给我听 我是一个不怕剧透的人 之前《占视帮》也好 什么都好 我是很想知道的 我仍然明天就知道的 就是我不怕剧透的 你看完之后 有剧透什么 告诉我 我接受得到的 最重要的是 就是 入到场看的时候 心理准备 对了 原来那个网友 告诉我 他跟着这样 对了 等待哈利的来临 我真的绝对不介意 但当然 我到时看了的话 我都不会剧透给大家 因为 尽管香港是做过太阳 那么多做 但是 大家可能都未必第一时间去看 所以 我日后看完的话 我都未必会剧透给大家听 反而大家 看完的话 你剧透给我听 我是无人通迎 不要紧要的 那记住了 这一套《蜘蛛人不战无归》 我相信 好看之余 那个彩蛋会更加精彩 就是 你可以想像到 要放那么多心思 那么多人物 的话 彩蛋一定不简单 因为 本来 那个主角 那个小孩 他说 不会再做 但我觉得 不可能不再做 应该还可以再做 那么问题就是 那个彩蛋里面 又爆了些什么出来 又会不会有 有另外一个人物走出来 或者原来又有 突然一个蜘蛛人走出来 这个我不知道 到时大家看完 告诉我 我真的不介意 你看完告诉我 你剧透我绝对没问题的 OK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